廖女士从湖北武汉来杭州出差 10月20号晚上 入住乾江新城的雷迪森维加酒店 她说因为当时太晚 把衣服拿去酒店的自助洗衣房洗了 之后联系了前台 我说我的衣服放进去洗了 12点钟洗完 能不能帮我放进烘干机 然后酒店当时是很热情地回答我了 她说可以没问题 她说他们酒店每个小时 都有人去那个洗衣房进去巡视 我说好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 那个衣服不能用热风烘 一定要用冷风烘 她说好帮忙备注一下 这是一件国外潮牌的T恤 廖女士提供了付款截图 2020年8月 在武汉一家服装店买的 花了899元 她说当时还写了一张提示纸条 贴在洗衣机上 并提醒酒店工作人员注意看一眼 对方答应了 等她第二天来取衣服时 问题来了 然后就发现我这个衣服 整个后背全部都脱胶了 然后就是一个不能穿的状态的 就是因为她那个烘干机 烘的时候 她温度调太高了 只要是过热的话 她这个边边就全部都翘起来了 T恤背面的图案多处翘开了 廖女士说 酒店那边调查后是这么解释的 前台呢 没有进行交接 那个男孩子 他也没有上来看我的衣服 就到了12点的时候 他没有管 然后是第二天早上 他们那个叫班的阿姨 来到了洗衣房 看到我这个衣服洗完了 没有烘干 就把它放进了烘干机 然后阿姨呢 也没有看我写的那个纸条 我有实际的去查一下这个监控 那个边天条 客人本身是正好放在 她洗的那个洗衣机上面 但是结果被其他的客人 拿衣服送衣服 给她打到了里面 就掩盖掉了 然后后面 小伙伴有上去一次 因为那天晚上洗衣服 比较多嘛 可能没有到这个女士 烘干的这个阶段 然后第二天阿姨过来 是把看到女士的衣服 在里面 然后帮她去烘干了 但那个纸条 已经被其他的客人 打到里面去了 阿姨是没有看到那张纸条的 导致用热风去风干 前台有没有跟阿姨交接好 这个 我们前台酒店的确存在了问题 廖女士说 酒店当时要去了购买凭证 表示愿意承担50% 赔付450块钱 她希望赔衣服原价的80% 酒店没有同意 后来沟通好 是买一件新的同款衣服 结果这个新的呢 昨天晚上我才拿到手 那个新的衣服呢 就也是一个不能穿的状态 比我这件衣服更差 她这个衣服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她这个衣服没有掉 还没有标签 她这里全部都卷边了 她不平整的 看到没有 反面也是 全部都是卷边的一个状态 这件是我的标签 然后这件是她的标签 然后这件是她的标签 她的标签这里起毛 比我的起的还严重一些 这件是我的图案 我这里都已经破了 她的图案比我的还少一些 少了哪些 这里我有一个白胶 她这里就没有 然后我这里是个大一点的三角 她这已经磨掉了 变成了一个小的三角 这件衣服你们在哪里找的吗 这个是我下面的一个同事 他说他去帮忙去找到的这件衣服 说是之前积压的一个库存了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也是是吊牌 什么都没有 发票啊这种都没有 这个已经是之前积压的库存了 那个人说这些东西是没有了 那我们也是想先把衣服拿回来 先看一下客人满不满意 廖女士表示 酒店没有事先告知 在哪儿买怎么买 就突然拿来了这件T恤 她怀疑根本就不是新的 酒店她说 如果我要这件衣服的话 她就只给我赔付300块钱 如果我不要这件衣服 就只给我赔付400块钱 所以我就拒绝了 这个她的一个提议 那有没有考虑到 就这个衣服 如果说是有折损的这个时间呢 我的成本 或者说我买到这个 发票价格就是899 我现在如果去店里 买一件新的话 根据这个物价 我只会更贵 不会比这个便宜 就是如果店里赔我一件 去店里买的一模一样 就是不管是别的图案的 只要是我喜欢的 只要是这个牌子的店里的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这边酒店是自住洗衣 就是我们完全是为客人服务 我们并不是那种收费的那个公司 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也愿意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这个衣服 也毕竟也已经有了 四年多的一个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按照正常 以折旧和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的比例 来处理这个事情 廖女士后来反馈 双方没能协商一致 她考虑走法律途径解决 1818红金眼 记得报道